古鹤刚被寿死神打成重伤 还好他身处灵子十分浓郁的失魂剑 没一会儿 伤口就自动愈合了 他本来想赶紧过去找寿死神 阻止他疯狂的计划 却被一群小死神围住了 古鹤刚没有闲心跟这些死神打斗 他赶紧放出了钢球女 这时候 乱菊和小白也感觉到了附近的战斗 他俩赶紧奔下战场 不过还是晚了一步 等他们到来的时候 死神已经横击竖八地躺了一地 古鹤刚早不见了 这时候 练刺和藏人感到 藏人感觉到了巴温特的灵压 他领着练刺来到这里 正好看到了小白他们 小白第一次看到藏人 也十分好奇 尤其听说这个小玩偶 居然能够感受到巴温特的灵压后 他就跟练刺说 希望借藏人用一下 乱菊倒是十分开心 他们队长能带个玩偶 这种画风 才适合小白这个小学生的形象呀 小学生就要搭配一些萌萌的东西 小白满脑的黑线 他告诉乱菊 拿玩偶的是你呀 藏人十分开心 能跟着乱菊这个丰满的大姐姐 他简直太幸福了 小白让练刺照顾这满地的伤员 自己则和乱菊带着藏人 去寻找骨骼钢了 很快 藏人就找到了骨骼钢的灵压 乱菊于是立马用地狱碟 通知各班死神具体方位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部署 这时候的乱菊 才终于有了副队长的样子 可没过多久 藏人就感觉到 移动中的骨骼钢灵压变弱了 这让小白似乎猜到了什么 躲在暗处的骨骼钢 看着前后左右都有死神的身影 有点纠结 这样被包围了可不好 于是 他带着钢球女打算充当地下工作者 在下水道里移动 这样既能减弱灵压 也能避免跟死神正面冲突 可是 他们为什么不把下水道盖子盖一下呢 在下水道中 钢球女对着骨骼钢抱怨 她还想大闹一场呢 刚才的战斗根本没打过瘾呢 但是骨骼钢的目的是找到兽石神 他不能让兽石神进行那疯狂的计划 如果失魂界毁了 很多无辜的人都要牺牲啊 突然 骨骼钢感觉不对劲 他赶紧拽着钢球女躲起来 原来是死神面已经追到下水道里 他不想跟死神发生冲突浪费时间 所以能躲一时算一时 段居和小白得到了属下汇报 果然 下水道里有巴温特走过的痕迹 藏人不由地赞美起小白 果然 虽然看起来是小学生 不过脑子还是非常好使啊 乱局计划赶紧增派人手 去下水道追击骨骼钢 可是还没等增援的人走入下水道 钢球女就从下水道里跳了出来 乱局想让死神们把钢球女引到空旷的地方 等待增援 可惜钢球女太犀利 死神们转眼的功夫 就被钢球女打倒了一片 结果小白等人还没赶到战斗地点 藏人就说 巴温特的灵压消失了 好在没多久 藏人又发现了骨骼钢的灵压 乱局于是用地狱碟将信息传递给了手下的死神们 而此时 骨骼钢正躲在暗处观察着追踪他的死神 他发现每只死神小队 都有一只地狱碟在边上 察觉到那是死神的通讯器 他立马安排钢球女 将所有地狱碟都毁掉了 等小白终于找到自己失联的手下 他们已经躺在地上不会动弹了 不过这些死神都还有一口气 骨骼钢并没有给他们致命一击 这下 小白决定亲自出马 他已经看出 骨骼钢将自己所有下属都放倒 就是为了逼自己这个队长出手 他朝着葬人指点的方向跑过去 跑了没多久 就堵到了骨骼钢 骨骼钢看到小白以后 感叹后生可畏 他对年轻人向来都会手下留情的 而钢球女也很喜欢小白这个酷包 让大姐姐陪你好好玩玩吧 可小白最讨厌没人买他当小孩 并且职责所在 他可不会手下留情 所以他二话不说 挥舞着斩破刀就朝钢球女攻击过去 把钢球女的手都砍掉了一截 而且还把钢球女的脖子套住了 钢球女十分生气 他撅起屁股上的钢球大炮 朝小白开火 小白丝毫不拒 冲上去把钢球女的头都砍掉了 钢球女随即化整为零 在半空中重新凝聚成蜘蛛网一样的形状 巨大的蜘蛛网朝着小白压下去 小白也不甘示弱 解放了斩破刀 就冲向钢球女 钢球女把小白紧紧包裹住 却不料被小白的冰龙丸冻成冰球 冰龙一飞冲天 骨盒刚干她不好 赶紧让钢球女先撤下来 可钢球女却不愿意躲在主人背后 她觉得自己还能上 冰龙再次飞起来 钢球女冲出去打算正面跟冰龙硬扛 却被冰龙一口吃了下去 这一下钢球女终于被冻得磁死了 冰块一样的钢球女从天上掉下来 摔成了碎渣渣 只来得及和骨盒刚说一声很幸运 对不起 小白以为钢球女已经死了 人偶死了以后 巴温特也会死去 但是为什么骨盒刚还好好的活着呢 骨盒刚说 那是因为钢球女没有死啊 她伸出自己的左手 于是已经碎成渣的钢球女 居然变成了一把斧子 骨盒刚希望小白让开 然而最后她只能拿着斧子 跟小白好好打一场 打斗之前 她再次从失魂界中吸收磷子 补充自己的能量 骨盒刚浑身闪着剧烈的白光 灵压大的连旁边的房子都震得厉害 此时小白也不敢轻敌 她释放万劫 巨大的冰雪翅膀 让骨盒刚十分惊讶 两人几次进战之后 小白就飞上半空 她的冰柱从天而降 一次次跟骨盒刚擦肩而过 骨盒刚挥舞着巨腹 朝着小白劈砍 可小白别看个子小小的 但是力量大大的 冰龙最后一招 就把骨盒刚打在地上 骨盒刚似乎连站起来都吃力了 小白让骨盒刚放弃 可骨盒刚却再次吸收起 失魂界的灵子来 她必须要战胜小白 然后去阻止受使神 这一幕看得小白都震撼了 这是何必呢 找到了受使神 又能干什么 这里如果骨盒刚跟小白说实话 没准小白会愿意 跟他一起去阻止受使神呢 此时的骨盒刚 周身发出盈盈的绿色光芒 他的身体已经几乎 承受不出如此多的灵子了 但是骨盒刚有自己的坚持 哪怕是死 他也要为了自己的坚持而战斗 巨大的冰柱轰隆隆倒了下来 骨盒刚的巨斧逐渐变成碎片 再也无法凝聚在一起 他的肚子上 有冰蒙丸刺的伤口 骨盒刚告诉小白 他本来梦想是去没有纷争的未来 可终究是无法达成目的了 冰柱再次倒塌 将骨盒刚砸在了底下 小白感到有点不畅快 他已经感觉到 骨盒刚和其他巴温特都不一样了 不光是没对自己的手下死神们下杀手 而战斗时 也并没有做到心无旁骛 小白随后就独自回到了十番队 此时乱局也平安归来 他还带回了代理死神黑棋医护一行人 小白一听医护叫自己的名字 脸都黑了 你怎么总是说话不听呢 他本来不想让医护这群麻烦留在自己眼前 可是羽龙受伤了 他只能无奈答应下来 羽龙伤得不轻 只可惜现在没有人有时间给他治伤 知己不在 四番队的人也都忙得脚打后脑勺 羽龙只好自己扛着了 不过好在碎峰和聂简利 分别消灭了两个巴温特 再加上小白打败的骨盒刚 现在巴温特一行 只剩下兽死人这一个对手了 大家正聊着 就看见知己和吉良跑了过来 这真是及时雨啊 羽龙的伤势终于有救了 大家让知己赶紧治好羽龙 在精灵亭里 伊角和公亲也在找巴温特 但是跑来跑去 却一个都没碰到 现在就剩兽死人一个了 再不打 可就没机会了呀 而在一番队的对射里 山本队队长接到了 七绪提供的精乐和辅助的报告 他们找到了兰岛留下的资料 其中记录了境界章的爆发性力量 里面提到 其启动需要一天的时间 而这 就是受死神给失魂借一天时间的原因 山本队队长于是让七绪通知福祝和精乐 赶紧继续去图书馆调查 看看如何才能制止这股力量的爆发 劳累了一天一夜的死神们 终于有时间聚在一起 吃口饭休息一下 永音向总指挥小白 汇报目前队长们的战力情况 碎峰和聂简利都受了重伤 精乐和辅助必须待在图书馆查资料 大狗子队长 必须保卫山本队队长的安全 能出战受死神的人真的不多呀 天很快亮了起来 受死神一个人走在静灵亭的晨光中 却遇到一个他最想遇到 又最不想遇到的人 蓝导 蓝导正在屋底上等着受死神 他不说话 举枪就朝受死神射击 这把枪射出的子弹都是轨道 这科学技术 感觉和聂爸爸有一比了呀 受死神被蓝导逼得十分狼狈 他挥出风挡住了轨道枪的射击 自己却摔到了房顶上 受死神问蓝导 是如何找到他的 蓝导表示 是我创造的巴温特 因此 怎么会找不到你呢 蓝导举起枪 再次向受死神射击 他想亲自终结这一切 可随即他就发现了 受死神身上有境界章的纹路 受死神已经吸收里面的力量了 蓝导突然想起 当年他们永生实验失败以后 就被失魂界派往县市 那时候 现实里频频有特殊人类出生 他们就是巴温特 巴温特一开始对自己的能力并不自知 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可他们毕竟有特殊能力 总是被世人所不容 普通人会不断地伤害巴温特们 而且巴温特们 也会不断报复人类 蓝导试图去接近这些巴温特 这毕竟是他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他觉得 自己要对巴温特们负责 蓝导将巴温特们团结在一起 并教巴温特们建立了避难所 他随后就回到了失魂界 打算说服中央四十六世 接受巴温特的存在 可中央四十六世 却决定把巴温特都除掉 失魂界 就是调节灵魂平衡的 巴温特人不人 魂不魂的 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异类 它们不应该存在 蓝导据理力争 他认为这种决断 实在太残忍了 可是他一个人 事单理故能做什么呢 死神已经冲到了 巴温特的避难所中 在里面大肆杀戮了 很多还没有掌握战斗方法的巴温特 都被瞬间杀死 蓝导为了救这些可怜的巴温特们 偷偷回到现实 可当他回来时 巴温特们已经躺到了一地 蓝导看到一个小男孩躲在阴影里 他冲过去想救下小男孩 却被死神同僚们发现了 蓝导赶紧背着小男孩就跑 一边跑 还一边释放轨道阻拦追兵 蓝导把小男孩带到一个角落 让他赶紧跑出去 跟其他的巴温特会合 临走前 蓝导还给了小男孩一个坠子 这个坠子 能引出巴温特的潜在力量 他希望小男孩可以勇敢地活下去 也许现在巴温特的处境十分恶劣 但蓝导相信 总有一天光明的日子会到来的 蓝导话还没说完 死神的追兵就到了 他赶紧迎上去阻拦 结果被死神们抓住 送回了失魂界 从此以后 蓝导就成了巴温特事件的背锅侠 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罪名 而巴温特们 则利用蓝导给少年的那个坠子里的力量 学会了驱使人偶的方法 后来巴温特们好几次打算强攻失魂界 但都被死神们打退了 巴温特们死的死伤的伤 到现在 也就剩下兽死神一个人了 虽然静灵厅将巴温特的记录全都抹去 但是蓝导从来没有忘记这些事情 他终于认出了 兽死神就是自己当年救出来的小男孩 蓝导劝兽死神说 当年作恶的死神 已经都死光了 现在失魂界跟以前全都不一样 不要再利用静解章的力量 否则失魂界会全都毁灭的 可兽死神补充着灵子 表示 这正是自己希望的呀 他原本是打算挟持蓝导 让他亲眼看到失魂界毁灭 然后再杀掉他 可现在 兽死神改变主意了 他打算先把蓝导杀了 让他后悔以前犯下的错误 于是 一记拳风攻击过去 半空只剩了一把旋转的轨道枪 而这时 伤好的羽龙 独自一人离开了正在酣睡的同伴们 他察觉到蓝导的灵芽 兽死神就在哪里 他必须前往 我是黑白 下期见